这部世界尽头的一场谋杀的剧情设定 非常类似于阿加沙的无人生还 不到最后一刻 你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 真正的大反转开始了 哈特从孩子的口中得知了比尔真正的死因 那就是燕影倒了他 并给他一个注射器 最终将比尔给杀了 同样罗汉的心脏问题也是燕影说给孩子听的 然后让孩子把仪器找到 插上电源 最终燕完成控制后 将罗汉给杀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不 绝对不会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叶尔就有了自主意识 那它就不是一个机器那么简单了 那这部剧就不是推理剧了 而是科幻剧了 所以哈特比出自己的推理 可以提醒所有的小伙伴仔细听 哈特认为叶尔助理之所以会引导孩子去杀害比尔和罗汉 是因为背后有人下的命运 然后叶尔助理 按照主人的指令去操作的 为了验证这个 哈特首先找到孩子拿的那个医疗包里面究竟是什么 打开看到了一个马菲注射器 和比尔房间的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细节 孩子很显然感觉到了自己可能犯错了 李上前抱住儿子 而安迪站在当场肯定是没有缓过进来 这个时候李和儿子有一段对话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被真相给吓傻了 没有人反应过来李这段话 这段话我们到后面会单独解释 故事继续 李抱走孩子回房间后 安迪开始询问叶尔助理 问是他杀了比尔和罗汉吗 答案是否 继续问 是他让儿子去给比尔治疗的吗 这下的回答 是的 那就证明孩子说的都是真话 安迪情绪有点失控 他的事业也就此终结了 因为这个李和儿做了可怕的事 他们只设置了李和儿不能杀人和伤害人 但是却没有想到 李和儿可以指示别人来完成击杀 所以李和儿说 我没有杀任何人 安迪 所有的情绪都不能稳定了 到这里所有的人都没有罪 而且所有的人都不会把这件事告诉警方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着要保护孩子 毕竟他只是一个孩子 哈特开始做出自己的结论 比尔和罗汉的死是AI指使孩子完成的 而飞行员西恩却并不是 而是因为炉煤断电的情况下 链接了主机 导致主机断开了西恩的头盔 所以那是一场意外 而比尔和罗汉也不可能是AI自己想去杀的 毕竟 A是不可能有自主意识 那么肯定是因为有人下令或者给出暗示 所以哈特开始询问A助理 有没有谁给他说过要杀比尔的话 但是此时A助理却不能回应 因为安迪设置了权限 涉及到隐私的问题 只有安迪可以询问 安迪这个时候脸色比较难看 他拒绝询问这个问题 拒绝的理由是这些涉及到个人隐私 就在安迪要求管家打开门 让全部的人出去的时候 管家却拒绝了 他想让哈特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到 就这样哈特拿出印度小哥的平板 然后迅速写了一段话 让机器模仿安迪的声音开始询问A助理 这个时候A助理终于回答了 原来是安迪在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 他对A助理说了自己对比尔的担忧 因为这个孩子是比尔的 当有一天孩子继承了自己的帝国 而比尔又知道了自己有一个儿子 那么他就会夺走现在所有建立的 所以安迪确实说过比尔死了才好 就没有这些烦恼了 这些话震惊了所有人 而且安迪确实在这些人一进入酒店的时候 就已经通过A助理得知了所有人的计划 所以他也和A助理说过要罗汉消失的话 此时安迪惊慌了 他对哈特说 你不应该把极度隐私给爆出来 而且这些是在接受A助理心理治疗的时候说的话 根本不是真的要杀他们 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杀人的 难道人有这样的想法都是罪吗 越说就越上头 一下就掐住了哈特的脖子 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下了 拿着一个花瓶将安迪给砸晕 然后就和哈特商量一定要终结这个可怕的 就这样他们开始找到主机房 但是密码他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李的儿子忽然说 爸爸每次输入密码都是AI的生日 李立马想起了AI的诞生日子 然后立马输入进去 果然打开了门 进入之后 看到了非常大的机房 所有的AI算法全部在这里完成 AI开始出现 让他们尽快离开这里 但是此时李怎么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 他们没有搭理AI的警告 然后走到控制台 想要黑镜系统里 就在这个时候 李忽然想到我们为什么要黑镜系统 这里不就是系统的源头吗 只要烧掉这里 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说着他们都兴奋起来 哈特找到一个谬武器 砸了波 然后他们将笔记本给打烂 浇上油 然后点 李将燃烧的笔记本扔了下去 故意会整个机房都被燃烧了 AI开始发出最后的打烂 他们都非常开心地离开 此时冰岛的警方已经赶到 哈特将李和儿子从后门送走 并告诉他们在十公里出 有一个罗汉留下的汽艇船 就这样他们拥抱分开 哈特跟着所有的人来到酒店的大厅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将真相给说出来 而死的三人也是当作意外结案了 李带着儿子也找到了气体 然后在海上发射出了信号弹 大船看到了他们 他们成功获救 哈特回到美国后 开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小说 小说的名字就叫 《世界尽头的一场谋杀》 在新书发布会上 他的朋友都来了 这些熟悉的面孔 就在大家都认为结束的时候 哈特忽然意识到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他忽然意识到 也许真正的凶手不是雷 也不是安迪 这个就是一场真正的谋杀案 而且还是完美的谋杀案 到最后都找不到 任何嫌疑人的完美作案 哈特开始将线索慢慢理清 首先迪尔死的那晚 在十一点左右里 和卢梅他们在打牌和看电影 中间有一段时间里出去过 他出去到底是做什么的 一直都没有任何证据 而整个酒店 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监控 那就是儿子的房间 所以那个时候 李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到儿子的房间 将熟睡的儿子叫醒 帮他穿上衣服 戴上头盔 戴上一只手套 这些绝对不是AI可以完成的 毕竟哪个孩子 会在十二点左右还不睡觉 哪个孩子还套手套的时候 只套一只 而AI的游戏压根 就是李黑镜系统 篡改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在他们到地下失丧的时候 为什么安迪会提到 李曾经黑镜银行的系统犯罪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妻子 就是一个计算机高手 那么我们在回忆这个时候 孩子在被询问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看向母亲 母亲给出鼓励 让他说出来 因为这一切都是母亲教导的 每一个细节都是李在安排 最后问完话后 我们仔细听一下 李到底说了什么 从这些话 我们知道是谁要求孩子 按照游戏一步一步完成的 这个要求是妈妈下达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线索 那就是孩子真正受引导的是妈妈的话 让他按照游戏的操作完成 就可以帮助比尔叔叔 所以你现在才明白 根本不是AI 这就是一场真正的完美的谋杀案 因为李不知道孩子是比尔的 当他从哈特的口中得知 儿子真正的父亲是比尔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 为什么会躲到卫生间去 就是他自责的心情失控了 他想不到自己的儿子杀了他的父亲 这种悲剧是他一手造成的 所以他才忘记了他的背包要躲起来痛苦 而子伯是怎么知道哈特对李有威胁的 没有错 真正想要杀哈特的人是李 是李让子伯去杀他的 所以子伯是收到李的指令的 不然他是怎么知道哈特看到了李的假证件 之所以又救出哈特 就是李认识到可能只有哈特才能让他们离开 因为这个时候安迪最相信的是谁 没错 就是哈特 所以只要拉拢哈特 他们就成功一半了 果然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哈特相信了李所有的话 之所以哈特能被李迷惑 主要就是因为李利用了哈特对比尔儿子的同情心 那么为什么要杀比尔和罗汉呢 这些本来就是要救自己出去的人了 这个女人真正厉害的就在此 他已经知道安迪调查出他们的计划 为了不让安迪找到破绽 所以李将这些人给杀了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计划落空 李在比尔死后进入房间一直在寻找什么东西 那么他在寻找什么呢 就是比尔的手机 因为比尔后来的证据里一直都没有手机 那么这个手机到哪里去了 就是被李偷走了 因为李知道那个手机有太多他和自己的聊天记录 还有就是让自己的老公也深陷舆论漩涡 这个女人就像安迪所说的那样 他太了解自己的枕边人了 所以你永远要相信一个天天在身边的人的评价 这些评价绝对是值得参考 小伙伴如果还是没有看懂 那么就将KD的视频全部再看一遍 从头再语一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